好,这次消息来看到第二十届的现议员选战是非常的激烈 参选第一选区现议员的候选人胡仁顺就表示 其他候选人有目的来分化他的选票 而选战剩下74天将进行关键的时刻 胡仁顺也呼吁所有的支持者能够凝聚力量 让青年延续优质的监督能量 选战前的觉醒反分化 面临新旧民意交替的74天空窗期 现议员候选人胡仁顺仍旧站在街口 向往来的民众挥手致意拉票 他也喊出进入关键的时刻 呼吁所有的支持者能够凝聚力量 让青年延续优质的监督力量 这次花莲市现议员的选战非常的激烈 那其他候选人有目的的来分化我的选票 企图影响我们的团结 阿顺在这里呼吁所有的支持者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尤其选战进入倒数74天的关键时刻 让青年来延续监督的香火 让阿顺为大家在议会殿堂来发声 让宪政及议政回到正轨 为议会多一席监督的力量 目前花莲县议员第一选区参选人 共有12位英选9席 民进党资深党员 同时也是东华大学 应用数学系吴建民教授就指出 民进党在第一选区没有被分化的本钱 只有两席全上才能够以党团运作 强力监督宪政 因为你没有党团的话 就像我们狙马炮 缺一支支或者缺一支炮 你没法改叄一个东团 你基要炮还是联合起来 而且是一个东团 所以你完全没法感到这个管匠 没法连感 所以你一定要民进党在未来 我們要看未來十年我們的發展 我們有很多財政的問題 垃圾處理的問題 有很多的問題 都需要這些年輕優秀的參選人來進入議會 特別重要就是他們要組立一個東團 有三色的民進黨議員 跟他們組一個東團 這個東團如果我們順利組起來的時候 就連結這些比較優秀的 比較立場為我們市民 為我們館民 無統籍的參選人 動選人 他們一起來監督 你若民進黨不夠三色 不像是東團的時候 這個效果是很感動的 大家要來注意這個問題 選戰倒數74天 各參選人陸續推出各自的政見 同時也進行相關政策來穩固選票 新世代新花蓮進入關鍵的時刻 胡錚順也呼籲所有的支持者 能夠凝聚力量 讓這一股青年監督憲政的能量 能夠延續並獲得黨內的團結與支持 大家早安讚 記者林杰花蓮市採訪我到